我聽過是一日十四次 你本身還可以含 是呀 我沒有反感這件事 沒有答案 是一層不知道什麼的白色 那圈是我人生之中 不能夠磨滅的記憶 因為我怕我一躲起來 我心想會坐爆 好像一顆牛蜜的東西 這句話會擺片頭 這世界有很多奇奇怪狀的品種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中華大服 很久沒有拍這個系列 因為大家都明白 我們要找一些奇人奇事 都不是經常有的 最近我身邊 就認識了一個新的朋友 我聽說她的這個 星星會非常之特別和有趣 所以今天就請了她上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故事 Hello Hello 這麼溫柔的? 平時不是這樣的 怎樣稱呼你 Shadow Shadow 是呀 她剛剛終於幫自己改了 一個譯名叫Shadow 好 我們去淺錢問問你 拍過多少次 拍過五、六次左右 方不方便透露 現在是 方寧貴根左右 方寧是二十多左右 二十多 因為我聽說過一些 你以前拍拖 跟另外一半 在床上有些 不太愉快的事 不如先說最不愉快的事 我奉勸各位女生 都是要買車之前才試車 我最不愉快的經歷 就應該是比較骯髒 不洗澡 是的 那位男生比較肥一點 是的 我懷疑她沒有清洗得那麼乾淨 因為比較肥一點 大家知道可能會放進去 你放進去 說清楚這什麼放進去 當肥了一點的時候 下體會比較脹 有多肉 可能那一塊東西 就會比較放進去 可能就沒有清洗得那麼乾淨 而她本人也沒有脫毛的習慣 可能就比較骯髒 當初已經一齊了 我去第一次的時候 脫褲的時候 還沒脫底褲 已經聞到一股比較難聞的氣味 所以 已經很尷尬了 但她也沒有請問 說要洗澡還是怎樣 我就說不如先洗澡 然後她就去了洗澡 洗澡後大家就做正事 我脫了底褲的時候 依然都聞到一股很難聞的氣味 但是已經很聞了一點 一點點沒有汗味 這樣 那OK啦 她就request我幫她含 那我也OK的 你本身OK含 對啦 我沒有很反感這件事 她是第幾個男朋友 她是我第三個男朋友 OK 對啦 你以前有沒有含過的 我有 但是上兩次經驗都OK的 大家都很乾淨 所以她就除了褲 然後大家都知道男生是有包皮的 你也很謝謝 對啦 那就是要劣低了她 然後才含會比較好 那一劣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那一圈的東西 是有一層不知什麼的白色東西 我已經覺得非常噁心 然後我就要求她 可不可以再去洗多一次呢 這樣 好啦 那就洗多一次 而且那時候大家有一點醉醉的 因為喝了酒才回家 你有沒有跟她說你有一圈白色東西 我沒有 我很尷尬 我懷疑她是沒有擦開包皮充斌舟的習慣 那所以呢 那一層白色東西都依然存在 然後我就覺得 小女的不要死就死吧 哈哈 然後我就嘗試了去做我的第一步行動 第三步在哪裡 你在等著 舔了一口 哈哈 但是我已經盡量離開她那圈白色東西去舔了 但是我舔了一口 我是沒試過這麼瘋 是因為她是苦的 哈哈 哈哈 哎呀 我已經完全接受不了這個 然後我就說停了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我很醉了 不要再搞我了 我現在決定要睡覺了 你喝了一口就搞不了了 對 然後可能過了幾天就嘗試做第二次 而且它是比較短小精幹一點 所以那圈白色東西都很明顯 應該是這樣 可以這樣說 因為它比較短小 所以那圈白色東西是碰它的面積比較大 我也是奉勸各位 麻煩你散開這個包皮仔拌走 我站在那邊 自己立刻看一看 沒有request說 不如我們一起洗澡 然後我可以幫你 我是沒有的 因為它是比較肥 所以我想它對自己身材 不是那麼滿意 所以request是暗一點的燈 燈和拒絕跟我一起洗澡 甚至連上衣也不想脫 因為它真的比較肥一點 我也是叫它去洗澡 然後我們是做了第一次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否比較緊張 還是怎樣 它是軟了 對啦 它軟了之後還很簡單跟我說 糟了我是否表現不太好 然後我心想你何止表現不好 你簡直是你粉絲很骯髒 第二次有沒有味 是有味的 但是有戴condom 那我就覺得 你脫著了味 對啦 那是OK的 至少我可能不會有什麼女性病 總之那次的經驗也是很糟糕 我想之後跟她兩三次 她都是太緊張 所以就軟了 太緊張是不是你太棒了 我希望是這樣 太緊張軟了 但是我知道她現在應該是有一個穩定的女朋友 但是我每一次都會想起她女朋友應該很慘 穩定的女朋友是拍了多久的 我想應該都有一兩年 在我之後拍了那個女朋友 她女朋友真的很愛她 對啦 我就是覺得她女朋友的確是很愛她 才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而且我當時真的挺喜歡她 所以我都選擇了去 引上她這件事 你也真的很愛她 看到有一圈你也可以舔我 那圈真的很噁心 那圈是我人生之中 不能夠磨滅的記憶 我應該是 啊啊啊 我不知道 有些想像 它是白色 而且是黃色 一點點好像 有沒有戀豬菌感染過 那些豆腐渣 撕住了在那一圈 但在你龜頭痕不改一圈 啊啊啊 是啊 頭痕 頭痕 最誇張的是 大家去到很興起 然後她差不多射 然後她就 突然間拔了一個condom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她做啤 然後她就不能按下我的頭 然後就想射到我的口 啊啊啊 對啦 那股很苦的味道就出來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舔過 NBS的卡 我看到有嘔吐 有沒有聽過NBS的卡 舔完是最苦的物質 我們還要你一個想拿過來 讓我舔一下 是啊 你舔一下就會感覺到它很苦 哪個位 這個位應該是 當中不乏都有一些比較優秀 但多數都是短小精幹一點 那個是沒有拍拖的 但打算是拍拖的 自己車真的長大了 對 秉承著要買車才試車的原則 我就決定先試一試車 大家都是喝醉酒 然後除了開房 就開始正式入氣浴 他很帥 身材很好 有高、有690V 有什麼上牌? 我稍後給你看 在他未脫底褲前一切都非常良好 一切都自覺效果上是不錯的 例如那些30的技巧如何? 他是OK的 所以我才願意跟他做下一步 開房這件事是他提出還是你提出? 他提出的 其實也不算有提出 他就不能帶我去 都需要試車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OK啦 無所謂 那就試一下 在他未脫底褲前一切狀況良好的階段 我也很開心 他一直都不肯脫底褲 我也覺得OK 他就很愉快地用手 後來知道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比較短小精 他想先服裝我 他一直都沒有脫底褲 他有他 可能服裝我差不多半小時 好開心 但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為什麼?因為很想要 我想拆禮物 可以拆禮物嗎? 因為家裡拆禮物之後 於是這燈光又比較暗 正常都會用手槍燒一下 不太感覺到 再摸多幾下 感覺到大概 那些男生下面有兩粒高原 上面有一枝東西 大概好像有三個球 對 因為這樣三個人也有三個球 很硬的感覺 好像一彈枝一樣 但大家都知道女生下面的構造 可能 就未必是你那麼長 就能進去那麼長 所以其實它是 有一點太短 導致它進不到 所以找洞的階段 都比較尷尬 大概找了五、六分鐘左右 好誇張 對 好尷尬 還有大家心知肚明 是因為它比較小一點 所以進不到 我不知道它那一刻心情是怎樣 但我就好像一隻田雞 在床上睡了 在等著它 你搞定了嗎? 魚汁姐的經驗真的很差 因為你可以感覺一下 你找了一顆彈珠在你下面 在你下面不斷徘徊 在這裡動一下動一下 但是你以為它沒有進去 其實它已經進去了 那它最後有沒有射到? 它有射到 但是當中在活動的過程 是非常之悲傷的 因為它是不斷脫出來的 我相信它應該是無法 做到女上的動作 因為首先我要找它那顆東西 這樣把進去已經很難 而且也不能做到上下抽插的行動 因為我怕我一天起來 我會把身分都會被刺激 好像一顆牛魚的東西 把我放在你上下 好細節 你說話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嘉賓 那一次的經歷比較尷尬 但是我相信它只不過是那一下 可能大家比較緊張 第一次 做完大家衝完來就睡覺 睡著無緣無故開始 所以我感覺到它想要第二次 我決定給它多一次機會 我相信那一次只是失誤 可能大家都知道 扯完一次之後 是會沒那麼硬的 也會沒那麼粗撞 所以變相那顆彈珠 就由XL版的彈珠 變了L版的彈珠 還有小了一個尺寸 變相那次經驗就更加差了 它嘗試去後入我的時候 我只是感覺到一塊彈珠 在我的兩塊彈珠 游走 所以就不知道它是否有拆到 在我的洞裡還是怎樣 還是在外面磨擦 還是它純粹因為磨擦 就已經射了 它是小到大家幫它含的時候 可以連奔舟和兩粒高原 一起含完 我的口不大 你身上我 我的口一點都不大 外面吞了口笑 那之後有沒有再約你 之後有再約我 而是我選擇了 那段遠距去 而且它再約我 是非常誇張的 它本身說約我出來 去逛街 我也覺得OK 然後無緣無故 在約我前幾天就說 我突然不想出家 今天我們留在家裡 他在家裡? 我就是 不要了不要了 這些經驗都是來一次就算了 不要再來第二次了 我相信它的尺寸 應該連Tondom都戴不到 他有沒有戴的 沒有 但我有做病人措施 我相信它應該是乾淨的 因為至少我到現在沒有問題 OK 那還有沒有其他經驗 跟我們分享一下 也有的 我也有一個男朋友 是非常快的 但他是OK的 所有東西都很正常 他人都很正常 Size 是正常的? 正常Size 但是它比較快 它快的程度是怎樣 就是當時夏天 夏天比較熱 就要開冷氣 在家裡 開冷氣 啪啪啪就開了 然後搞完一輪 我想差不多維持了 分幾兩分鐘左右 冷氣就啪啪啪這樣關 整個過程 由前氣進去 戴Tondom 到完了 只是兩分鐘的事 好慘 剛剛還沒冷的 是啊 我們都是整隻田雞 躺在床上 完了兩次 你用田雞嗎? 好好笑 田雞 我只是這樣 啊? 完了的了 你還想怎樣 我只可以跟他說 不要緊 你下次努力 他每次都是這樣的 一時時 但我想大多數時間都是這樣的 他有沒有高潮過? 沒有 他有沒有Serve你? 都有 但我覺得通常 性能力比較差的男生 前氣都會做得好些 可能他們知道自己比較差 是嗎? 是啊 但通常對自己很有自信 他不理你 他一夜衝進來 你試過最舒服的一次性是怎樣? 呃 前氣就是 可能大家出去約會 已經是一個 可能喝了少許酒 都很舒服的環境之下 那你才樂意跟他回家 即是回家大家都知道會做些什麼 那就順著Flow下去幾好 而且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 Sex Toy 輔助的話 是會好一點 是啊 哈哈 是的 怎樣的Toy會令你開心一點? 我覺得震彈OK的 如果是女生來說 因為我之前有試過男生 是很大男人的 我提出有用過這個方法 他就是不OK的 他就說 我已經很夠了 為什麼你還不OK 但我覺得是 情趣來的 不是 還要洗澡 真的 我不想再發生那些 大家都不愉快的事件 認真的 我覺得女生容易的高潮 是真的來自於前面的旅程 我是說你全日發生的事情 都可以令到女生容易進入那個狀態 有沒有一個男生 服務得你很開心 都有的 首先他的尺寸都不錯 而且非常持久 還有 他的尺寸大概是 一個什麼物件的尺寸 手臂的三分二 前手臂 這麼多? 是啊 好痛喔 是不是他很痛 OK的 OK的 這個很誇張 對 而且我覺得體能好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摸的東西 無論多大都好 我覺得硬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硬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硬的話 你才會感覺到有東西在插著你 而且他很好 他很體力 他可以保持著 體力 後入十分鐘 這樣保持著 這個很瘋 那你自己最喜歡的性愛的姿勢是什麼 在柔子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有些斷刀向上校後入 就很舒服 原來是有這樣研究的 是的 真的 那你覺得最舒服的斷刀是 什麼形狀的斷刀 應該是上校 原則要比較平均 因為我試過頭很大 但底部很小 頭很大 下面很小 像蘑菇一樣 這個世界有很多奇怪狀的斷刀 但我的斷刀還是那一句 其實你什麼大小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乾淨 乾淨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東西會拍片頭 這個世界有很多奇怪狀的斷刀 是 真的 還有通常我有一次過經驗就是 即使你下面非常優秀也好 但他不懂得體諒女生的感受 也是很慘的 是怎樣的 我覺得他有點性上癮 因為他可以一晚四五次這樣 一晚四五次好像不是我聽的最誇張 我聽過是一天十四次 一天十四次 他會不會出水 最後噴血 但你一晚四次其實都 你睡不到覺 其實睡不到覺不是最重點 是因為他比較粗魯 帶力 一次是ok的 太多次就不ok 我的斷刀是紅了 然後是流血 即是磨尿之後 用紙巾擦 你會看到有血 真的經常打血 好痛啊 我已經好痛了 然後他還說 不行啊 我們再來多點 我說我已經紅了 流血了 不要啦 他就死都要插進來 我說不要啦 好痛啊 對啦 我已經夾在下面 我都很痛啊 對啦 也是因為他床有一點高度 大概是我半個人高 他就推我到床 然後他就說 你不屌欺嗎 我自己開AV打飛機 於是我就坐在床下面 他在上面打飛機 蛤 對啦 好冷癡 對啦 然後他打完飛機就說 我打完了 然後他又滿口笑容地問我 就說你可以上來的 這樣 有拍拖的 拍拖 那時候也在拍半年多了 但是他半年來都是這樣的 都是的 他都喜歡一天三四Q的 頂到半年來都很厲害 對 我想問他要看醫生的 其實是要的 應該 因為真的很痛 有時候可能有少少磨擦 或者撕裂是正常的 我知道 但是真的流光 好像0M一樣 是太誇張了 那你有沒有過 那些跟你玩玩玩具的男朋友 有的 那些都開心的 這些 最愉快的經歷 最愉快的經歷是怎樣 玩聖誕兼抽策 應該是很詳細 他就是有一天很開心 買了一顆聖誕回來跟我玩 我當時都沒有試過 我試完之後發覺 原來真的挺好玩的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入後門 沒有 我愛惜自己的局面 對 因為我上次出的影片 就是說 我們有幾個朋友說 其實我們大家都接受不到入後面 但在留言區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不相信 真的很多女生是不OK 後面的 我不OK 但我試過一次 真的不小心插錯孔 是 我已經掩住了 但是不小心 但是痛到 不能動 沒有進去 希望大家不要嘗試 除非特別癖好 還有聽說 入後門是要灌腸洗乾淨 要洗屁屁屁 大家經常都在留言區 有這個疑問 大家說了很多次 要入後門不是那麼容易 對 吃一些很清淡的 又夾緊屁屁屁屁 為什麼我錄每一集節目 都要夾緊屁屁屁 現在好像也夾緊屁屁 是你一個V派的人 還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幼的東西 唇膏差不多的尺寸 對 硬的 硬的 我也是很怕切斷它 我們知道這麼幼 又這麼硬 好像牙籤一樣 很痛 但是那次是OK的 因為牠是我第一次來的 但是我慶幸牠是我第一次來的 因為如果我第一次 就是手臂那麼粗 我應該會死了 好啦 今天很感謝Shadow跟我們分享 如出金句 世界上有很多奇形怪獎的狗 所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按讚和分享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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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